單元我們來看為什麼標準音源器都是取1000赫茲 Sound Level都是94dB以及114dB 這是一個典型的標準音源產生器 Sound Level Calibrator 它大概都是產生上一波1000赫茲 有兩個level 94dB跟114dB 像這個聲源產生器有兩個接頭 一個是1.2吋的麥克風接頭 一個是1.4吋的麥克風接頭 插在這個音源產生器上 然後把麥克風插在這個孔上 就可以進行麥克風校正 這個輸入器上面 讓off就是沒有產生另外有一個94dB跟114dB的顯像 那如果一開啟了以後 它就會產生一個正旋波 它就聲音波一直出來 那它的頻率 F當然就是1000赫茲 所以它是成形這樣的簡協波 那它事實上這94dB 它用的其實是這個prms 不是真正的amplitude p 那這個amplitude p跟rms 只是可以有一個根號2倍的差 那我們知道 Sound level Sound pressure level LP 聲音壓力未準 那它是去prms 組上一個p reference 那p reference是20micropa 好 那我們看94dB 是怎麼來的呢 其實是prms是等於1pa 的時候 那計算出來它就是94dB 114dB 事實上是prms是10pa 的時候它就是 114dB 好 其實我們在校正的時候 就會 踩這兩個level去做校正 那這邊事實上有一個 這個dB的意義 我們可以看 如果 量值有差10倍的話 那其實它剛好會差 20dB 好 這個單元我們在 解釋為什麼一般 標準音源區會有 94dB跟114dB 的選項 事實上呢 它原始的 聲音壓力的rms值 分別是1pa 跟10pa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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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